Hello 大家好 又回來決戰中環,大家不要介意我每天三間沖奶茶 很累,很棒 大家留不留意,我們現在是闊銀幕 Facebook 更新了,科技進步 舒服很多,大家看得到 減少了我們親近女王的機會,不好意思 不要緊,你照親近吧,坐好一點 還沒更新 算了,你看她兒子 她可以親近女王 我們今天有正題 有很多正題,爆了咪咪 觀眾要求怎樣唱 不,那些都有對話 沒有,但在未入正題之前 我交代一下上星期去哪裏 還有下星期會去哪裏 大家看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下星期我老母大首 我老母70歲大首 我便要去台灣 我會缺席一集 你們有這麼多女生 我們留意 每次你做節目,她就上台 其他人做節目,她不上台 不是啊,剛才你女兒霸了樣子 不,其實你是Pussy Magnet 其實你是Pussy Magnet OK 可以,好 那就是語帶相關 但是 我媽媽就戴手 我下個星期會出現 陪我媽媽慶祝生日 這麼快 觀眾打人進來 唉 上個星期我去了鄰近地區 做阿茂做餅 如果有聽禁室的人 都應該知道我去了 我去了鄰近地區 為什麼要去鄰近地區呢 就因為 本來那個先生是來香港的 但是 那個先生沒有來,香港臨時 很急取消 就懷疑 之前阿楊也說過那件事 就是那個小毛來香港 拍照 然後還未被判了案 日本那個人 對 我懷疑這件事是相關的 所以就去了一個 不知為什麼選擇性執法 但又不會這麼嚴的鄰近地區 他選修 我去了幾天幾夜 回來了 這一次 居然遇到好人 上一集禁室都說了 探長的看法就是 沒有的 他們能付錢 當然要令整個經驗很好 但是 跟他的信心 居然到今時今日 我和那幾個同學 還保持聯絡 我居然在鄰近地區遇到好人 我也覺得這件事 是非常值得慶賀的 對女王來說 是新體驗 絕對是新體驗 因為我以前在深圳做過事 是出事 到一個不能再出事的地步 我是可以開一間公司 整間公司被人爆洩 整間公司被人爆洩 然後 人們偷了電腦 電腦其實是便宜的 那些貨品 反而他們不偷 因為不知道是貴的 我又要把我剛才說的 重新說過 哈哈 不要緊 重新再開始過 是的 是的 我突然在調整剛才的 其實會不會的呢 即是剛才所說的 是會沒有了還是重新來過 還是怎樣 再調整出來 我看到它 OK OK 那即是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看到 OK 再說一次 太好了 謝謝Zera 看到 根本完全沒有問題 我懷疑你是否在Facebook總部上班 為甚麼只有你一個一體 我們其他人都不行 為甚麼 不要 再來 再來 好 對不起 這場戲又要再說一次 你去說話有沒有延長戲 下個星期我不在 因為我老母大壽 70歲那隻 厲害 所以要去跟她慶祝 舞蹈 是的 去台中 沒有首相 大家不要問 然後上個星期 我去了鄰近地區 因為去做阿茂做餅 很漂亮的花花餅 是的 其實在我後面 這個 很漂亮 謝謝 謝謝 因為我開了這麼多年 餐廳做了這麼多年廚師 其實這個世界是兩種廚師 一種是做鹹的 一種是做甜的 一種是做甜的 Castry Chef 是一個專科 然後做鹹的食物是另一種人 我是鹹的食物的人 是文科和理科的分別 你不會有一個人是既民有理的 其實不是沒有 非常之少 正常人類是這樣的 不過 我現在決定要有民有理 沒錯 所以我本來 大家有口福了 就是在香港上的 但因為那件事判了 我懷疑因為那件事 所以臨時臨急突然間cancel 不過外籍先生來的 就不來香港了 收了錢都違法訂 即是香港的天下大亂亂 地區都比香港還安全 沒錯 那就去了上海 即是地球太危險了 香港而已 只是香港亂 你上到上海就沒事了 如果有看禁室的 應該都聽過那段故事 但很奇怪 那幫很友善的同學 老師 整個過程在上海 雖然是天天困受到 天天到9點 整個晚上1點 但是那些人 奇妮無比 而奇妮無比 你打算探長的說法 就是說 在那裡大家都給了錢 當然是令到你的過程很愉悅 沒有理由我給了那麼多錢 大家在那裡 天天對著有手 那麼辛苦 但是呢 原來回來之後 都還是有保持聯絡 還有他們給我好處 他們分享一些資訊給我 那女王好人也有好報 但我在香港也沒有什麼好報 那你也知道 現在香港還在亂的地區 是啊 我覺得這真是幾 起出望外的經驗 起出望外 不過是上海 我聽說上海 這幾年都多了人上去住 覺得比香港好住 另外有一個陰謀論 就是把香港的水平拉低 那你接軌便沒問題 但他都在我論的地區 那就是天下太平 這麼簡單 如果我單純論這次的經驗 絕對上海比香港好 我知道是很糟糕 我敢說 很多人都應該會 在禁室那邊說我天真 上海妹怎麼會好 他們吃了東西 骨頭都不掉 這些urban myth 當然聽不少 全世界都有的 Come on 但是呢 港女吃得人少嗎 不是港女吃得少 你還沒給他們吃過 定宵公 高手 專門說中原來話 哇 挖到兩半出來 又齊了 又來了 真是 貓貓 貓貓都不滿意 但我這次上去 上海絕對比香港好 為什麼第一 就是你要多漂亮的東西 有些像Bangg Bangg也是 你要很便宜的 很大眾化的 很便宜的 沒有問題 但你要極度奢華 即是三星米之年 你要十萬元吃一餐 香港未必可以的 那裡也可以的 還有那個 就是variety range 非常之闊 那些東西好吃 它還有一個地方特色 這個就是香港最可悲的地方 香港就已經沒有了小店 沒有了那種地方特色 但那裡你還聽到別人說上海話 你還看到一些很小的店 很小的店 很小的店 一定是辛苦經營的 但你無論什麼行業 什麼工種 它都還有細細間的各行各業 這件事我覺得很難得 包括我今次學的那裡 你打算是訂一個 酒店的conference room 給你嗎 不是 是別人家裡 別人家裡 請了外籍導師 加上他自己本身 本地的老師都認識的 這樣就一起去教你 是的 而整個過程裏面 老實說 我在香港都想過 而包括pastry class itself 香港的水平 這次亦都比不上上海 所以我覺得 有些擔心的 即香港這個文化清洗 即是沒有辦法 你的官傳舞都這樣 還有香港的地產霸權 令到生態環境 是沒有辦法給小店可以存活 但上海是大量私房菜 他們叫做匯所 你要吃很多地方特色的食物 你要吃那些大媽自己家裡燒的上海菜嗎 老上海菜嗎 也有 你要很fine的dining嗎 也有 按摩的店鋪 很噁心的 也有 你要很漂亮的 總之 包羅萬象 絕對是 你住下去會舒服的 你感覺民間的活力 某程度上高於香港 還有些人 驚訝 有人誠美 即是我禁失 我都說了 完全不是 即是那個 好像我們香港見到那些 隨街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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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居然是很nice 即是 人們排隊 不是說沒有打尖 但通常不是年輕的 是年紀的 然後很有禮貌 我都說我在機場拿了一隻狗 因為我托著兩層的蛋糕 加了一堆巧克力 一堆和果子 一堆咖啡 一堆劑 一堆劑 然後有一部 是做得很漂亮的指甲 很富泰的 一個上海太太 有錢的一看出來知道 她主動提供 我說我幫你拿 然後我在街上 又變得一隻狗 有人主動提供給我一件衣服 不過是香港人 香港人來的 就是這樣 我能上去嗎 是的 我上去 我都回來了 很驚訝 這個就是我上星期的經歷 YAY 就是這樣 你這樣說 我都完全不意外 為何多了那麼多台灣人 和香港人 在上海長住 很多時候不是純粹 因為為了工作而來 真的 我覺得上海都覺得舒服 是的 那個Quality of life 是真的的而寫確 是的 因為你說的性價比 就是Value for money 你在上面 是 女兒又漂亮一點 態度又好一點 又沒有那麼囂張 又沒有那麼丟橋 又沒有那麼多意見 是吧 你看 小公多認同 我不說 那些東西又好吃 店舖又多 租又便宜 就是 香港的競爭 你是否在鼓勵男人上去 每樣都好 女孩子也好 食物也好 住也好 上海老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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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上海老也好 這個話題你有排說 女王闊別 上海幾十年 就是 落差可能比較大 感覺比較深 我很難評論的 為什麼呢 差不多有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小弟有一紅色肥貓 我九二年回香港 已經回大陸做事 看著他變 他是國企高層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的朋友十幾二十年前 都移民到上海 我都看著上海變 上海的街上 還會背 搞地產也好 搞城市規劃也好 都做過了 所以就很難評論的 要評論的話 你多開十個 決戰中環的專題 來報導 都說不完 但是說一件事 各位有搞城市建設的 有沒有聽過一個人 叫Jane Jacobs 沒有 有沒有看過一本書 叫做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聽過 聽過 就是關於社區設計的概念 而中國十幾年前 已經做了這一套 嗯 所以發覺上一次 這個上海細博 已經講了這個 城市生活 作為主題 所以基本上 國內的進化過程 呂宏感受到 是幾十年來 日積月累了 做出來的結果 嗯 所以大家 如果現在看到 那個成果 部分的成果 非常好 事否等於全部呢 事否等於 真的解釋得了 事否是否真的 真是香港 PK呢 這個 有段時間講 所以很難評論 其實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以一個城市的舒適程度 那是上海 我這幾天的經驗 就覺得上海相當不錯 即是香港 我住在這裡 我有壓迫感 因為我打開Facebook 就看到一些很猛的新聞 你開NOW TV 又是很猛 總之一天打開新聞 你無論哪個台 你不要說無線 你是已經很猛的了 而香港 下街吃東西 是很多新餐廳開 沒錯 但是 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 上海人說 再住下去 是否也不好呢 都可能是的 你知道是新事坑 對嗎 但我只不過是以一個 可能五日四夜的經驗 其實真的相當不錯 那就是 剛剛你說了一件事 香港你還可以打開Facebook 不用翻牆 是啊 暫時上海不難搞 其實我不是說 我回來後 那些同學是在保持聯絡的 例如他們找了很漂亮的蛋糕 一些款式 就發送給我 其實我也想發送給他們 但我想發送的 全部都是Facebook 和Youtube 怎樣才會發揮人 你怎麼會發送給他們 你不明白 但他們是很有心的 不停發送給他們 我都覺得 我完全沒有交微信 我都覺得 我完全沒有交微信 Sofia 也說 她在上海用很差的普通話文露 沒有人笑 她還很幫助 我今次的感覺就是這樣 即是 這個城市很豐盛的 很豐盛的 香港來的 香港就這個 民怨沸騰 而我們香港人對大陸人 即是我自己都是的 秒針秒蝕 爭到爆 但是 你今次上去 你又覺得 經驗不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YES 円 圓形 我們今天 都是要講正題 正題 有人會點掌 點掌就是 希望說 你們說說 房處的公屋父母政策 以及 收緊政策後的利幣 沒想到利不利幣 因為 Factual 大家都就看到 所以很難評論 不知為何是值得要說 就是那個收緊婦戶政策 基本上都是設定一個很無厘頭的標準 純粹是轉而視線的,只是政治取態 為甚麼轉而視線呢? 民怨沸騰,大家想找事去搞 找些待罪羔羊來吵架 上不到公屋,就在婦戶罷著來住 但不合理的 第一,婦戶的比例實在不是上了這麼高 如果以他這麼高的標準來比 這也是幾百我才可怕 為甚麼呢? 實際上說,要把入息的水平設定在某個層 例如標準三人家庭要去到六萬七 六萬七也叫高收入 你叫他離開公屋都相對合理 但六萬七在外面租不租房子 適合這麼多人住,是你的大問題 肯定買不到,之其一 第二個標準要求的話 就嚇死你了 而阿養說還有幾百人 我真的嚇死你了 幾百戶 幾百戶 很多人都嚇死你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的資產總額 原本是四十二還八 為之負戶 多少人?多少人?三人 然後就要把這個 設定成84倍 才為之負戶 最新是100倍 84倍已經很誇張了 他要提高到100倍 100倍還要命 為甚麼呢? 數目計算出來 如果是84倍的話 就等於3590 52,000 100倍就 即是加兩個零 很簡單 四千多萬 即是四千多萬 四千二百八十萬 齊籌錯了 四千多八十萬 大家還嘗試想想 六合彩上次是多少呢? 這麼多補 三千萬 所以他說踢走富戶 就算真的 落實得到 真的人數是好笑的 也有幾百戶 因為他大概是七十萬戶 這個公屋住戶 原來你中了六合彩 你也 還有資格住公屋 過不了你 他們是入的時候難入 但出的時候 幾乎是 不用出 不用出 因為你只要 我以前很久之前 我在公屋做過 簡直是在前線管理的 叫做H.O Hosing Officer那類的 後來因為他太過多 官僚架構 我就不適合這些 我是林可兒 不適合做官 我這些人不適合做政府 其實他們一般公屋戶 他們因為住屋的支出很低 變成他們累積財富的速度相當快 這個麥理豪設計出來的絕世好竅 難怪我儲不到錢 你入到公屋基本上 你一定儲到錢 差不多 絕對 因為一個月就只有一千幾百元租 什麼都幾千 都幾千的 尤其是早進入住公屋那批 他那時候經濟起飛 等等 他的收入水平也不斷提升 所以他們加上股票等等 投資 累積財富的速度可以很快 莫計股票投資 即是to be fair 麥理豪當年設計公屋的概念 就是藏富於民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安全網 不是用其他直接的現金福利給你 反過來就是 你安居就可以落業 所以變成你無論如何低收入 尤其是當年的勞工階層 位置70年代 低收入 即是靠商手搵食那些 基本上有安全網給你 你就可以自力更生 其實基本上完全符合了 所有人道的概念 中國傳統的美特要求 讓你的人可以自力更生 起碼你會結婚生子 不一定但是你會自力更生 現在人們不會結婚生子 不只自力更生 當時他的公屋還提供勞力密集的工廠 變成一個方便就業 以及一個工人宿舍的作用 拉低了整個生產成本 香港的老闆就可以用一個比較低水平的生產成本 在國外的市場競爭 所以當時香港的出口那麼厲害 這個公屋是很大的原因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玩具業、鐘標、電子 最早期日制衣、紡織 所以就算不算他自己投資收益的額外收益才算 好像阿楊都已經提及了歷史背景 當年令到香港很多居民可以自力更生 即使通過所謂原始累積 即是儲蓄 放在銀行那些 以前銀行做廣告的 教你全錢錢鋼仔、豬仔等等 儲蓄可以自負 即是有很多美德在裡面 美德當年的獅子山下精神 所以公屋的功能當然的而且是做這件事 好了,很明顯人會發達 正常的,不是因為整體好 即是Random這件事 永遠是幸運之神會眷顧少數 哦,運勢這件事就沒有那麼多不同 運勢各個都不同,呂王絕對知道 問題是好像窄色者遊戲一樣 Random,怎樣也好 這麼多人都叫做命中率 所以就等於六合財都人種一樣 問題是原來中了這麼多個 但大家沒有留意,為什麼 主要是在八九十年代經濟大幅起飛的時候 即是那批入了公屋那些 他們的財富累積很多時候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想問很低B的問題 為什麼進入之後就不需要再有資產審查呢 他有資產審查的 他20年前都有,但做得很兒戲的 很輕鬆的 那時有些經理,那些房間管理員 走來跟我們這班基層伙計說 大家要去每戶做房子要做資產審查 給別人自己填,自己填 然後你相信他 那時我老父也說自己窮人 我那時還愚蠢蠢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他大陸有一個房子,那怎麼辦 他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他又不可以當他沒有 事實上他內心就說,你這麼多事做嗎 當然是當他沒有 大家這樣做小樣東西 但是他就很勞氣,都叫他報啦 有什麼就報了 你知道他為什麼勞氣嗎? 因為你就是國安的新衣的那個年輕人 不是都罵了他們做的嗎? 都罵了他們 不做不錯嘛 是啊 太老實了 不擅長官場文化 小不跟時 所以就很難在那些地方 難怪官僚機構不適合 只要是性格問題 你適應到那個機構,你在裡面做也不錯 很穩定 但是又要說回那件事 雖然那個審查相對輕鬆而起 但是要留意政策原意 如果政策原意就是一個社會安全網 保障網來的 照計絕大部份是有需要那層樓住的 否則不能安居樂業 在這個假設底下的話 講得難聽一點 就叫做零眾就無枉 你放過他又如何呢 你對整體的系統破壞不大 也就是說市民依然對你的住屋政策有信心 就是我有需要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有機會有遮掩頭 於是我就安居樂業 即是在勞者前面釣的蘿蔔 忍一下他那一隻 那孤民率是否能吃得到 也不重要 整體是會穩定的 但是現在的傷害在於 就是很多真的有需要的人是住不了的 沒錯 問題是這些是否是在於 你收緊的政策會改善你的大問題 類比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你收緊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去DQ它呢 是不是表情社會太平了呢 不是啦 所以就是 其實就是轉而視線 即使你收緊了 你踢走了幾百個 比中六合彩頭長好那些人才算 你解決了甚麼問題呢 你排長龍的話不會縮短度的 如果我自己看 你排長龍的話數以萬計 他縮了幾百個 幾百個而已 還要用斗牛耳虎之力才能推走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以前做的時候甚至到現在都是 最害怕的一件事 做房屋最害怕的是 遇到麻煩會要收樓 因為你是很難去收樓 除非做到犯法或者嚴重違反他的一些條例 例如你開樓 或者將你住的房屋分租出去 等等你才可以收樓 過程是非常繁複的 做到怕街 也有這些人在 所以一般公務員很怕做這些 當然啦 好做過時速迷你倉啊 你有一個公屋 你有一個公屋你用來擺東西 問題就是以前是有個所謂 等於以前新年不掃蕩這條街一樣 所以英國佬設計的福利系統 它是有原因在這裏的 原因就是 疑鬆就不疑緊 否則的話 你要用那麼多的社會資源去 處理這個扶貧也好的問題的話 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為你嚴控你的資源支出 並不表示你可以解決到他們的就業或居住的問題 所以英國佬很聰明 他是計算實際效果 來考慮的手段 而不是說有一些所謂原則性的形容上的東西 不高興的東西 心理上的東西 而嚴格控制某些東西 英國佬不會那麼傻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是從一個公平的角度 即使得一戶的父戶 趕走他都不應付 因為他們幾千萬 他們已經達到一百倍的寬鬆程度很高了 對資產的要求 如果是幾千萬的 身家仍佔住一間公屋的時候 如果從公平的角度 公平不是指趕走一戶庫戶就可以立即解決住屋問題 但從公平的角度看 其實這件事是應該預養單位出來的 另一樣就是蕭公剛說的 是否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很多時候 建多建一些公屋 密地建公屋 插樽樓 我說你聽說全香港所有生移了 填了所有貨都沒有辦法 滿足到所有公屋要求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香港人的生育率 全世界本地婦女的生育率 不計新移民下來的生育率 不計雙飛等等 本地土生土長婦女的生育率 全世界最低了 為何住屋需求 因為每天150個 沒錯 你這個人口 那個源頭不源頭減人 你真的將全香港移了 連私套都移平了 這個又錯的 不好意思 只要停止你 因為再錯下去 我會死給你看 一早已經寫了文章 做了分析 出了數據 這些地是有剩餘的 你不需要移山填海的 政府手上那兩千多公頃的地 再加上私人發展商私樓起的那兩千多公頃的地 是完全解決了有餘 但全部放在那裏 不能移動 不能移動是甚麼呢 政府手上的住宅用地 除了你所謂建公屋那些 用得的已經用完了之外 是預了給丁屋的申請人 去拿丁權來拿地 你那個法例不斷寫了 香港市民以政策有權拿 你不能夠預留土地給他拿 因此那部份全部放在那裏 政府是沒有地 沒有地不是因為政府真的沒有地 而是第一 政府有很多官地被人霸佔了 那些棕地起散的貨櫃牆 諸如此類 他沒有收回 留了給新界老生子 上次亦都說過這件事 幾集之前的 褶子中環都說過 絕大部份這些所謂丁權的擁有人 其實都是弱勢社群 都是拿不到地 他們是有權而沒有地 所以根本是兩邊對峙的情況下 你解決不了問題 然後剩下的就是私人發展商 他不會優惠你 放一些地給你 可以說過諸如此類 但是絕大部份這些土地 是什麼形式凝固在時空中 不能動呢 絕大部份農地 100元一呎成本的農地 在曬太陽 幾千萬平方呎 單是一間行機是六千萬平方呎 相對於我十年前做的研究 是雙倍了 十年前的三千萬平方呎 團地嘛 團地 這是合法的 也就是說香港絕大部份 是用得來安置人口的住宅土地 是凝固在這裏 是不能動的 被合法團地 所以阿養的概念 就算你移平了香港的山 填海之類的 完全錯了 雞肋數 現在這條數是OK的 但是長遠來說每月150個 我就認為是不可能承受得到這個人的壓力 這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源頭減人這個很重要 你現在這十幾年下來 已經超過一百萬人下來 而且我可以告訴你 有很多我身邊做社工的家庭個案 他們不是一個人下來那麼簡單 但他們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親戚 以家庭團聚的形式 所以他們一個人下來 是把很多一群人下來 這是背後很多的數字 就不是說現在 我手上這幾年我計算到多少的地 我們看長遠未來 可能幾十年 你到底還可以在香港容納到多少人頭 這些多得我們這些民主派的議員 爭取家庭團聚 其實我覺得 也有人爭取到這個釋法 雙非就這樣來 我覺得是幾個項目擺在一起 而令到現在香港的住屋問題這麼激 如果是單一問題的話 就老了很盲的都解決了 我們說連廢到庇護工廠一般的立法會 都應該可以任何一個人為了光環都會出來提出 但它就是因為結撻到是幾樣東西加起來 這個合法團的幾樣東西 你不能夠吵的 因為 真金白銀買回來 因為他真的給錢買 那你只能夠吵就說政府你有什麼理由 優先將土地賣給私人發展商 而不是平均分配資源給公屋建屋 都說都已經不是了 政府的地已經freeze了在這裏 說了多少次才肯聽這件事 看回我寫blog的東西 政府那幾千公頃的地 是預留了 你一般基建要用固之前走不掉 是起路起橋 例如公共建設 那些已經走不掉 然後剩下的那些 絕大部分都留了 不能不留 你法律不斷寫 小用工資政策 丁權有權申請用地 你不能夠不給 所以 你說政府為何優先益了 地產發展商 不是 Foodstock 不是 政府現在拍賣地 是有錢的可以買得到 並不表示政府優先益了 先人發展商 而是政府沒有辦法 可以調出這個所謂法制的框架 所以我依然聽到有人說要永續基本法的話是自殺的影響 因為基本法的框架就是令你不能夠不敢放棄土地 第一 人家在這裏曬太陽 你不能夠根據他不開發土地而取消 正如剛才女王感覺到為何忽然覺得上海那麼美麗 因為人家有個法例在這裏曬太陽回收 你不能夠團結土地 就不簡單 所以整體土地規劃裏面有很多東西環環相扣 為什麼就是說如果真的要講土地問題 我開了十集這個決戰中話都說不完 是不簡單 所以如果純粹是講公屋的話 只能夠說 調數字太明顯 純粹是轉而視線 你解決不了問題 即使你停了每月150個框架的話 我都告訴你你也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自然能量增長 不論多低也好 現在的建築速度都是追不上的 不是政府優先益益了土地發展商 你看橫洲的事件已經是了 所以大家不要搞亂了焦點 橫洲的事件你看到 你夠惡就行了 政府不敢收回你們 不是政府給了你 不要誤會 是他收不回 簡單來說就是租爆 他不是租爆 他直接是佔用了 他不是說 他有付錢買的 不是他有付錢租的 都說了 那些傢伙的農地 10元租給你 你在貨櫃場 1000萬租給別人 你跟他說租 你根本改變了土地用途 有權收回的 根據你那個土地的法規 你改變了土地用途 他是有權中止你使用的 他也不一定可以 直接收回你的地 私有產權嘛 你農地不耕田 你變成了另一件事 但是那件事有沒有受到這個所謂 規劃處的 有沒有執法 所以今天也是 新聞治療報的 你的泥頭山治療是在那裡堆的 你說政府部門互相卸博無用的 因為法制裏面是沒有制止 這件事是私有產權嘛 如果你有一個閒置稅 空置稅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就是說如果你有土地閒置稅 土地閒置的 強制回收 流雨空置稅 問題就是你變成社會主義的 難就難在這 你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 你有沒有空間著墨去做些事 其實外國很多政府都有的 德國肯定有的 問題我們不會跟 我們也不知道會不會跟 變成這個就是基本法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 你剛才說的事情 就是說永續基本法 廢得不幸 自殺傾向的 根本現在這麼大抽的問題 就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內發生的 怎麼會還要永續它呢 第一 而第二件事就是說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們要貫徹在於 因為是自由市場 所以我的政府不干預呢 但是在最後一天 你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要解決的時候 成熟的 民主社會 是不是政府都會不干預呢 還是這個時候其實正正顯示 香港特區政府的無能呢 是它無能的 成熟的民主社會 你就是市民作主 人民作主的啦 現在是不是人民作主呢 當然不是啦 他出去除了DQ你 他們全部都是利益集團 如果 我認為只是土地空置稅 或者樓宇空置稅都不夠 直接應該是日利歸功 怎樣呢 你除了一層自住樓之外 你有第二、第三層的樓 或者土地的其他都超過一個自用的物業 你賣出去 得到的 金錢利益 歸功 即是說你不能夠 拿土地或者樓宇 這些 作為一種 不是炒賣 投資也不行 應該是要這樣做 這個真的很難 不過是這樣做 應該要這樣做 他的做法是用高的稅 令到你不能從土地炒賣之中得益 他不是說不給 你給稅就可以了 不過交稅就等於沒有做國 所以萬歲國家 德國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他的居住成本 或者土地使用成本的相知之下 大家會明白 為什麼德國要這樣做 他死過很多次 一、二次大戰 他死過很多次 他知道他不敢做 他死定了 香港就未見棺材 也有一個back day history 看看大家 當年德國納粹黨興起 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指責的對象 就是當年的猶太商家 說他們抓乾抓井 就是這個情況 即是民怨四起 和右翼極端 民族主義興起 基本上是對資本主義的壓榨的反彈 他即是極左或極右 都是極端 他要對付的就是這個放任自由 這個掠奪性的資本主義 所以為什麼戰後他痛定思痛呢 就做了這麼多你認為是干預市場的事 這是吸收了教訓 就是知道當你任由那些人不受控制 掠奪式去經營資本主義的時候 你必然會令社會絕大部分人變成弱勢 而他們一定會傾向激進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應該干預就應該干預 但香港政府就美其名說自由市場 所以他就什麼都不做 所以為什麼就是基本法永續自殺行為 因為基本法的設計本身是一個平衡遊戲 正如我所說是這麼多的利益集團團體之間 有一個共識而令到你的社會可以叫做和平地運作 但其實都是一個過渡性安排 老實說是十年了一下 而且你現在就給了這屆政府一個很好的理由 就說我因為上一屆停建公屋 所以現在就留後了 說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我們追不到這條數 但我現在很有心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有雙辣椒 所以我現在 沒有用的 當然沒有用 剔除一個婦戶 問題是剛才大家都提出了 虛妨一招 全部虛妨一招 你趕了那些婦戶走 那又如何呢 你縮短了幾百個 我讓你執行到也好 你只不過是縮短了幾百個 我們現在說輪候的名單 是幾十萬 越來越長 有長沒有短 然後你說為什麼你不起 為什麼你沒有地 這個新界的丁權 亦都是一個著墨點 而我們在這方面 大力地做事的 就有姚松炎和朱凱迪 這兩位亦都有機會面臨被DQ 然後你說一百五十個單程證 收不收得回呢 Sorry 是收不回的 不是我們香港人不想 其實有沒有可能 說真的 今時今日 我說我去潛逃去日本 OK 接著呢 他是不用做任何的審查 就讓我進去就算了 然後我閉上幾年 我就看到日本身份證 沒有可能的 他一定會有他的審查 因為他是接收方 所以基本法的永續都是自殺 因為你這個所謂一百五十個 所謂單程證以下 諸如此類 你那個人口入境的權不在香港 還有一樣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一樣呢 他不是一百五十個 那麼簡單 除了騰騰一抽 在大陸來 那群來的大部分是什麼人呢 是跟香港那群男士結婚的那群 生育的異獄一般是比香港本地婦女高的 統計署裡面 他不敢說這些數字 但是我們自己去一些新建成的屋邨 聽聽大部分人說的是什麼口音 跟舊的幾十年 台灣、魚灣村這些人聽說的什麼口音 你就知道現在新進去公屋住的那些 多數是什麼背景的家庭 他們來到香港 再加上生育異獄又高的時候 你那個人口的增長 絕對不是每日一百五十那麼簡單 所以這個 你想想上面 正所謂有十四億人民做後盾 這個後盾這麼厲害的時候 壓下來 我們到底這個人口的壓力 還可以承受到多少年呢 所以這個不是一百五十那麼簡單 一百五十之後來了香港 他還會繼續生育 還會再加上其他那些 這些是不會統計署去 很老實地去做這些統計的 還有跟你們的尊敬 又是重新回到我今次在上海的經驗 其實在上海那群 我們的賺到食有世界生活非常優柔的那一堆傑出人士 女士也好未必上來香港 他們在那邊都已經很吃得開 還有那個環境老實說比香港未必有那麼大壓力 還有他們的就業 他們的創業成本 亦都比香港要低 所以他們是不是真的會撲倒上來香港 未必 反而就是那些在二三四線城市 鄉村那些地方 他可能去了深圳 深圳你不要理他怎麼認識香港的 所謂未來老公 OK 然後就來了香港 就不會是我們 或者我見到在上海那群 所謂很吃得開的那群 所以是不是來到 你說那個後患無窮呢 我想大家都有個結論是怎樣的 所以香港的房屋問題 你只是在庫戶那裡賣手 你真是貼膠布的 但我現在流到嗲嗲聲 交部都貼不了 人口政策的問題 人口政策才是最關鍵的 你根本沒有人口政策 剛才說的蕭公說的是 土地已經出現了問題 再配合那個人口政策一個沒辦法 都是永續基本法 所以我們不是說什麼法西斯 不是說要搞香港整個圍牆 搞什麼族群矛盾 不是 我們說的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香港 綠地的土地面積只不過是一千零多的平方公里 而真是十幾億人做後盾的時候 即使多走一個靈頭下來 你都真是沒辦法 是得超 你不要跟我說 你四五十年代走幾百萬人下來 都能等得上 那時候獅子山蟹又開始熬 但是你是不是現在可以回到那個時候的生活水平 因為我剛才也說了 內地那些優質有錢 他不來香港的原因就是 他來買東西 他來買護膚品、化妝品、藥 他會來買東西的 買衣服 因為他花得起錢 而香港普遍是便宜兩成的 但他不會想移民來香港 想移民得來香港的那些 他真的住的環境跟香港有很大的距離 而對他來說 你那些普遍價值根本是不重要的 你見最近那個什麼反港獨撐色法大遊行 你真是NOW TV訪問那些呢 有沒有誰都說廣東話的呢 沒有的 我記得跟我媽媽當年一樣 打電話去那些熱線那裡 別人說太太你可不可以說廣東話 我媽媽說我不是在說的 就是這樣 但我媽媽是台灣人 別人是香港的 都是說幾十年都是說不到廣東話 我媽媽聽節目 真是混蛋 不如讓她罵我 廣東話很難說的 九個聲調 沒錯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未學到日文 Anyway 講回香港是很糟糕 所以有人留言 香港現在是很糟糕 我很期望姚松炎加上朱凱迪這兩個孖寶 是可以很實際地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下一個話題就會是 DQ 立法會這件事 OK 但之前我們去到那裡 我想說關於杜林普 特朗普 飛到地球底邊 我講一句 我講很短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看法 上星期我不是在那裡 但我很快就這樣說 其實你覺得 嘩 How the fuck did it happen 就是為什麼會輸 Hillary 有這麼多的從政經驗 然後她 老公也是總統 我個人 我都會投票Hillary over 川普 但是為什麼川普會贏呢 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大家現在舉牌說 He is not my president 然後我們要 加州要獨立 要脫離美國 這些其實是廢的 這些跟那時英國退勾 然後脫勾 在日本餐廳 你又有串燒 你又有壽司 你又有勞端司 你又有 你又有這個 即什麼都有的話 我反而不會進去 因為我覺得 其實you are not good at anything 你明白嗎 你說了一個面面俱原的政策出來 但你連誠信也有問題 而杜林普他就是 擺明我是懶兒子 This is what I am 我照樣搞 但是 那些人這次已經去到 我覺得是得意識到 他根本是搏一招 根本就是I just want to change 因為 特朗普是代表一個變 你想想八年前 歐巴馬都是說change 而現在他真的是一個很drastic 但他沒有說 是change for the better or worse 這個是最恐怖的地方 但那些人是so fed up with 這個 就是 民主黨的左膠政治 for so many years they just want a change they just could not care less 你明白嗎 即他裡面 你說杜林普說的那些東西 他做不做到呢 後話 說真的有哪個政客 說的那些東西 他真的全部做到的 你說六八九做的那些東西 他說的那些東西 他做不做到先 沒有啊 但是 你為什麼會令人這麼厭惡 為什麼現在整個世界 都會右轉右傾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那些 左膠的假大空理論 說得很好聽 說得愛與和平 但in reality 那些人就是看到 喂你的東西不對現 不止我的生活越來越差 即美國人那種本土意識 起碼別人還可以講到本土 香港已經講不到本土了 是不是 如果現在是自由的公平的競選 有個特首候選人走出來說 我香港和大陸建圍城 你看看又怎樣 我也投給他啦 說真的 如果他說他立刻 他只剩下150個單程證 他立刻喪起公屋 他立刻取消丁權 他立刻在圍牆 一定贏 說真的 我剛才說說德國 德國接收幾十萬難民 叫歐洲最多 他都周身不行 而香港呢 不是幾十萬 由1997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一百萬 未來仍然會繼續來 而且人口延續下去 不止入境局的人數 他們還會在香港 而且來到的 你說住屋 不只是住屋那麼簡單 你還有教育 還有醫療 為什麼學位要入學位越來越難 為什麼經常說 入醫院的時候要等那麼久 這是每一個社會的生活 甚至是生命的環節都受影響 再繼續無限量地放人下來 其實來的人和在這裡住的人 一起攬炒對大家都有害的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土地問題那麼簡單 是整個人口政策已經去到很嚴重的 一個一定的變 就是改變的問題 所以你說美國 他不是面臨香港人面對的問題嗎 他也是的 只不過他們面對的是偷渡問題 即所謂的墨西哥 或者拉丁美洲 不要管了 潛逃過去的人 然後他們也當然有 我不是說所有人都是racist 所有人都是不好 但你想一件事就是 你正經去想 會不會所有投票 他們都要給特朗普的人 全部都是sexist 全部都是racist 不是嘛 所有人都要是一個不同的環境 他寧願搏一局 你明白嗎 即是我現在天天上班 我都賺了八千元 即是這麼說的 我現在就八千元買來買大小而已 我失敗了四年後 我就再來過了 因為我還有得選擇 我今次在上海 一個符合預期的經驗是什麼呢 就是我整整一下 正在撕花 正在撕蛋糕的時候 即是我的蛋糕 每一朵花都自己撕出來的 每一反 那我突然看到 Fuck Trump won 那我都是凸的 我的眼睛都是凸的 那你這幫美國佬 真是這麼不理性嗎 你什麼來的 但我剛才說的就是 他理性不理性的背後 他的衝動來自於什麼 因為他平時沒有人幫他發聲 他做不到他想做的事 他政府無能度透頂的時候 當他進去不記名 那他就很老實 他就投下他自己 真是心裏面說一句 但是好了 那班同學仔 就是說 聽到Trump贏了 他們沒有大反應 他們不會覺得 他說他對華的政策要怎樣強硬 又說要重返亞洲 又說要怎樣 就是那些軍事強人的形勢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完全不關心 然後他們還說 他就是民選的 他們似乎是覺得 民選這樣又怎樣 民選都不是好東西 那就選了一個瘋子出來 起碼有得選擇 我還有權去選一個瘋子 瘋子我還是有得選擇 是 是不是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 說自己國家很好 但是趕著走去美國那些瘋子國家呢 是不是 我可以肯定 無論特朗普上了做總統 瘋成怎樣也好 有一些蒸蒸日上的國家裏面的國民 都仍然一心向美 希望發白脆脆過去 也是要那張綠卡的 那為什麼既然有一個瘋子做總統 你也還要過去呢 證明別人的制度優勢 是很明顯的 已經不是誰上台 誰下台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這次有個經驗 我之前沒有說過的 就是我下了飛機 在普通機場 怎樣知道我要去那裡 原來是在鴻橋機場那邊的 那個教繩餅的那個人就跟我說 你搭一站的池原浮 池原浮 我聽了三個字很難讀 我就想像在香港機鐵一樣 二十多分鐘 就去到幾個站 一個站 只有一個站 我的大鄉里很少 我對上一次去上海 我今年也去過一次 但是總之我沒有旅行 我沒有觀光那些人 我是為了工作而去的 那麼 一個站? What the fuck? Seriously 然後我就要再轉的士 轉的士那一刻痛苦了 第一沒有的士 然後那些洗了站的 晚天叫價 200、300 到我真的等到有一架的士 載我的時 他就說 你是不是從紅橋過來 我說不是的 普通 他說那你怎樣過來的 我說我就坐在志願浮 然後他說一句 共產黨神經病 共產黨神經病 建一個站 他也覺得是短的 短的 志願浮根本是高速的鐵路 一個站 你需要一個站 然後他也說 你不如貫穿杭州、蘇州、南京縣 總共穿一串 你不明白嗎 你一個站 在上海市的一個站 你搭地鐵也好過 我就要說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現在為何要做交易 要建什麼高鐵 我跟他說 然後說 你們香港也是這樣 而且是全世界 跟中國一起建高鐵 是香港給最多錢出來 中國去別處建高鐵 就是貼了嫁妝送大床 最後被人DQ 在泰國也被人DQ 很多 在美國也有DQ 在泰國也有DQ 在印尼也是 貼了嫁妝送大床 人家都不騷擾你 是香港才這麼笨 香港當然是孫子 孫子 香港不用再爭取 孫子 我以為你說孫子是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不用哄他 予取予愧 狼中之物 還有香港的儲備很豐富 每個人都想伸手 船沉之前拿多幾塊黃金 然後走到美國 我們財政司做得不錯 這麼亮的圍出 又不會亂花錢 節儉的美德 當然有肥豬肉放在那裡 有誰不知道香港有錢 我們現在轉到第二個話題 我們講DQ DQ 大家怎麼想呢 那兩位梁柔已經被確認 高院判了出來 就說他們取消了 我想這兩位的上訴是另一回事 其他司法覆核的官司有排打 建制那些又有被人控告 司法覆核說他宣誓時 這就是泥漿出角 有排玩的 又是攬炒形式 你這樣來我就這樣來 所以上次我們節目都說過 你這樣釋法 有排玩的 現在是來的 一樓都來的 那就看到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有人很心急要這樣做 很明顯看這件事 但是就 純粹是政治決策來的 但是想達到什麼後果 我想做的那些人都沒有想過 很明顯北京那些人在想要確保 有些人鬼拍偶尾針爆了出來 梁愛詩 師姐就說要對得住新疆和西藏 他說如果 你香港宣誓可以搞港獨 那是不是新疆和西藏都可以呢 那大家感覺到什麼一回事 大家都想 大家都想一回事 的而且這個火頭不可以被辣起 所以變成了有一點點 已經是相當 急急調場的動作 根本不想後果去做 不想後果去做的意思是 什麼加科呢 很多人未留意到的影響有多大 有人說過 法律界的人有人說過 你這樣來解釋 具體的法律 而不是憲法條文本身的話 你引申出來 就等於改了香港本地的法例 宣誓條例 僭建 僭建了很多東西 一旦潛建了的話 就發覺有很多東西 跟著骨牌這樣倒閉 而大家感覺不到 希望不是太多行家聽著 香港交易所 剛剛改了一個指引 就是原來現在的宣誓條例 大家留意了 所有宣誓都包括在內 居然現在連你上市公司 申請上市的宣誓 都 有差錯沒有放過 所以已經有幾宗上市 應該是會申請上市 原因就是猜不到 原來就是釋法 還有 不要以為影響很簡單 對呀 還有一樣 很過癮的 他說有追索力 這更加奇怪了 追索到什麼時候 他說有追索一回事 所以你發覺這次的司法覆蓋的官司 那個官是很有趣的 你留意了判詞裡面的法理基礎 他是說他沒有參考過釋法的指引 我不知道他是政治上被重就輕 免為其難維護你司法的獨立 他說沒有參考過釋法的指引 就是說如果你再上訴的話 那另一個官背鑊 這個很完美地射出去 就是再上的法院 可能是中審法院 高院審完之後 然後可能會真正參考釋法的指引 再判多一次 更加是沒完沒了 因為如果要跟足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我不知道法律學者 有時候也很短的 今天訪問康宇 張達明嗎 張達明 那個傻佬 看到黃定光那些 是無心之失 但不好意思 這個釋法人不是這麼說的 是必須要按照準確地獨立 法律傳聞就是講準確 他不是說你有心 他不是說你有心 總之你不是跟足 死 很簡單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不要想著你那個追索權 就是可以像刺針式飛彈一樣 針對泛民 傻的你也不只是港獨 也不只是泛民 任何人出事都會死的 所以變成殺雙力的大盜 就是大殺雙力的武器 扔個炸彈在來來蟑螂屋裡一樣 試過潮天 所以這次立法會是在殘忍的 殘忍的原因 不是DQ了兩個傻子傻妹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引申出來的餘震 基本上是有殺草母放過的 十級海嘯 而且他不是單方面的餘震 梁君彥是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主席是用他的權力 去讓他們再宣誓 你現在這樣硬來 即是你將這個主席廢的武功 主席是你們建制派的要員 不是建制派 而是建制本身 即是立法系統的主席 如果港三權分立的話 你不能這樣說 有些傻佬也會說 有些傻婆 基本法沒有說三權分立 是呀 他說先前法庭已經被判斷了 我不知道你想接著怎樣 除非法庭一推翻 或者你再補多一句 人大再釋法 香港根本沒有三權分立 而依然有些人說 俗讀法律的話 都依然是指鹿為馬 依然叫大陸法 就沒有三權分立 Sorry 不好意思 那不是叫大陸法 那不是叫continental law 那叫蘇維埃 Soviet 說十次 蘇維埃 所以那個概念完全不同 因為小弟我讀大陸法 很明顯知道什麼 歐洲大陸的大陸法三權分立的程度 是比英國的三權分立更甚 近乎是三權獨立 英國的三權分立都是行政、立法、司法 互相制衡 你不會說司法有行政權 行政有司法權 或者是行政有立法權 你看法國最正宗那套大陸法 拿破崙法典體的產物 總統民選出來是可以用Presidential Decree 即是可以用總統法令 有等同立法的權力 是有法律效力的 不需要你立法機構的立法 反過來 司法機構 法庭 本身是有調查權的 是有Inquisition Court 亦都就是說 如果你那幫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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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不去執法、不去行使法律調查的話 法庭可以自己去調查 歐洲大陸那套三權分立的 近乎三權分立 有人說停了 兩個人說停了 Frank Sill和Yun Chi Kim 我們家庭還看不到 有沒有停到 請給我們一些反應 一說這個司法獨立就停了我 可能我們的台應該被人在針對 很可憐 就是Hack 值得開心還是值得擔心呢 我們在Youtube上都可以 瀏覽 有很多廣告 亡無斷到 繼續我們看到自己 沒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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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會有一個這麼古怪的制度出來 就說基本法解釋權 就是人大常委手上 明白嗎 亦都就是說 它是兼覽了司法的解釋權 但它又是最高人民政府的民政代表 這就叫做集權 然後將這個集權 給少數人去執行 不是叫做專制 大制 所以這些東西 你不可能在歐洲大陸的大陸法裏找到 一次再有些猛兵出來說大陸肯 就是大陸法的話 我就屌你老母 我爆粗 你去死 你教壞小朋友不要緊 你以為你真是有料到 那一刻才令人害怕 所以大家記住 以後 講大陸的法制 那不是叫做大陸法 大陸的法制 叫做蘇惟哀法制 你在說這一點 完全沒有執屯法納 其實 有時候未必他們是沒有料 但我感覺是 越來越多香港這班 就算是法律精英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之下 他們是歸邊偶 就算不是歸邊 那些腦袋是突然間瘋了 不是的 是人人都要宣誓效忠的時代 他不敢做 他沒有辦法延續他的角色 他亦都沒有生存價值 他唯有 你明白嗎 這是角色要求來的 你做奸角 其實不用奸角不奸角的事情 在一個極權的制度下 所有人都只能做白痴 因為稍微有腦就被DQ 就不簡單 你稍微不肯扣頭就DQ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舉一個例 為什麼一個奴重謀 一個大國手 世界級的肛壯大國手 表現會在廣大那件事 表現得那麼低 為什麼外出慶祝新年 都像過街老鼠一樣 在一個這樣的氛圍下 你多厲害的人 一時不清醒 或者有利益考慮等等 都會變得很白痴 這個才是得人害怕的 是無限限的 良心又可以無限向下 智力又可以無限向下 但那些是一些世界頂級的國手 你說天堂留了個位給他們 那些就是 那些是另一回事 那些是拿著我們納稅人 很多錢的 你交稅交給他們 好像火滾 你交這麼多稅 不是說很多稅 但他們出了很多錢 你說天堂留的位是林鄭 不止啦 很多啦 他自己說 那些一萬元一天的工資 你想想 我現在生養死狀 我都解決不了 這個政府 但是那些人 是可以拿這麼多錢的 香港人是不能不憤怒的 而且是全世界最高工資的官 是呀 那就是怨氣還怨氣 這個建議就是 各位鏡頭前面的小朋友 老的那些死掉了 他們不用理會 那些小朋友就麻煩你努力讀書 因為的而且確 你怎麼抱遠一回事 他可以擺明隨時DQ 你的極權制度就是這樣 你留意這本書 也有說過這件事 就叫做《獨裁者2.0》 即是《獨裁者的進化》 講俄羅斯普京自下 雖然蘇聯解體了 他有什麼新的獨裁手法管理國家 多有趣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但依然有一件事是沒有錯的 就是如何令自己保持理智 保持清醒 保持清醒 或鬥命長 也好 希望在那裡 是你對事實的認識 這件事你不可以混淆 沒錯 現在漫天風雨的情況下 有一件事大家經常都會自己混淆 就是基於有些仇恨也好 就是怨憤也好 就是火遮眼 沒有去做好自己的學問 正如剛才我所說 別人說了 大陸法是這樣 我們就信鬼了 事實上不是 明明有個字眼 什麼叫蘇維埃 為什麼他不說蘇維埃 因為蘇聯解體了 全世界只有他一個蘇維埃 大帝 明白嗎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時間 看回蘇聯解體的分析 習大大是害怕鼻孔也侮辱 別人最害怕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解體 為什麼會這樣害怕 你知不知道 經常說支爆 什麼叫支爆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只說 表面的東西 因為通脹 因為壞漲 不是這樣理解 蘇聯解體一夜之間 一夜之間 所有共產黨 忽然之間變成民主派 你平時就罵他 沒有分別 他一夜之間變成民主派 原因 是一船沉 這班老鼠 一定要跳離船艙 所以他就說 為什麼會一夜之間 這樣的巨倫會沉沒 這個才過癮 所以大家在研究的時候 在蘇維埃的體制下 在疆化去到什麼地步 矛盾去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會解體 一夜之間的事 到底是否好像習大大說 只不過是因為我的紀律不好 只不過是因為 有些人的個別貪腐不好 對不起 全世界都貪腐 走不掉的 不是個別問題 而且你貪腐了幾十年 為什麼沒有事 現在反而你有事 蘇聯也是 你去到一個 關鍵的時刻 蘇聯一向都是很貪腐 一樣是這樣 所有的 給黑錢的笑話 所有的都會笑 人家就一夜之間倒閉了 難道你認為 你的蘇維埃的體制 可以有什麼不同 習大大說的時候 當然不會說得太白 但最清楚的 一定是他 他做這麼大動作 他真的有很多大動作 所以你發覺 他有一件事 跟先前江澤民的年代 是反過來走 甚至是鄧小平 反過來走 甚至是鄧小平 他走精簡 所以自從政協人大 裁一大批人之後 現在輪到第二個位置 裁軍之餘 裁軍三十萬 政協人大又裁 軍區又裁 等等 很多都是走精簡 所以你發覺 精簡那件事 其實就是他要授權 表面上會看 他要授權 但反過來想一件事 他怕是怕什麼 江澤民有一個 你怎麼說他壞人才算 有一件事是很過癮的 他擴闊了 他的既得利益階層 不是他的既得利益階層 他擴闊了權力的包攬範圍 即是說 你就算是資產階級 你一樣可以申請共產黨 一樣可以進去做 共產黨的幹部和做官 甚至剛才所說 人大、政協那些無任歡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 不要說在散 而是在側面 有很多老共產黨員 在反對這件事 共產黨員不再純潔 他的說法就是 純潔的 不可以習大大 有少許傷害 也要扔你走 諸如此類 好 鐘擺拼得很厲害 極大的拼 有些人覺得習大大 是搞毛澤東那一套 很明顯不是 很明顯不是 所以習大大在搞哪一套呢 所以大家如果不讀書 不明白蘇維埃的死穴 也不明白蘇聯怎麼解體 你是意識不到他的恐懼在哪裏 而今次對付港獨這件事 為何這麼重手 為何這麼有殺錯沒有放過 所以師姐一夜鬼拍後 這樣說出來 是 因為他面對極大的分裂壓力 沒錯 而最過癮的就是 不只是 很過癮的就是 給了藏毒和僵毒 我殺的警侯給你看 你不可以亂來 不過這樣 台灣那怎麼辦 當然是台獨 台灣更明顯不再受你一國兩制 明知道只要你開始接受一國兩制 你就永無翻身之地 他會不停地改善你的基本法 改善到你完全沒有任何走棧空間 你只可以完全韓服 以及歸順 沒有其他的選擇 而他最奇怪的 他說他敢放棄台灣 他不放棄台灣 但是他可以依賴台灣什麼 好像就是依賴老K 依賴那些經常上北京拜會的老K 但是老K很大程度 已經是受妥協的 最新消息就是 居然傳出來 因為特朗普當選 有人大受鼓舞 菇鴻銘 紅海集團 菇鴻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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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青梅很出名的 紅海 喔!邀國台鴻銘 台灣有個孤家大俗 郭台銘這位商場老手 就已經大受鼓舞 不排除 考慮參選 國民黨跟他都很朋友 據報最近國民黨因為戶口被凍結 出不了薪 郭台銘母親大人身為前國民黨的遺商 大破慳囊 私人捐贈了幾千萬台幣 給部分國民黨員可以出薪 解一群 台灣那邊有什麼變化都很有趣 基本上他已經不再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去銷售台灣 現在我大國 君臨天下 我的人民就是天 然後找一些代理人 國民黨 國台銘 國民黨 台灣的變數是如何呢 就會跟以前的假設完全不同 以前的假設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先在香港行一國兩制 給示範作用吸引台灣 讓他們貼貼服服 誰犯台灣嘛 誰犯台灣 而講到那一國兩制更加比香港寬鬆 你可以有自己的軍隊 說明了 他不會駐軍 不像香港一樣 駐軍 顯示主權 其實根本不用駐軍 顯示主權 第二件事就是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 說得那麼寬鬆 但前提條件就是要接入一個中國 和一國兩制 要接入一套台灣基本法 很明顯這次習大大就不再銷售了 基本上已經放棄了用基本法去銷售台灣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當年有很多泛民假設了一件事 民主回歸 因為香港有示範作用 Sorry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了 還有他80年代的示範作用 跟現在都叫做30年河東 30年河西 即是你的政治示範作用已經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 那你還說甚麼 你那些民主回歸和平抗爭 這件事不成功 這件事 OK 所以為甚麼就是 顧自然 大家發覺這是一個很過癮的事 就是先前說這甚麼快樂抗爭 你發覺從來沒有評論過 快樂抗爭這個口號 不知道現在的社運 還記不記得 即是高鐵 即是2009到2010年那時候 高鐵那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快樂抗爭在哪裏引申出來的 就是有一個假設 假設共產黨不會動操 即是誤會 即是反面 這個假設是錯的 所以為甚麼就是大家如果在那個常識層面 依然是保持一個弱勢 正式吵架 即是喊口號的話 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這次被DQ那兩個 即不是只有這兩位 很明顯就是 他們很不了解 自己進了議會之後 面對的是甚麼對手 你還是 用甚麼 什麼資難也好 什麼re-fucking也好 我覺得 還好像停留在網上 自己打飛機的那種心態 但是你要面對你真是這個對手 你不要動不動操他 無所不容其極 一百年來 朝朝拿命 每次都是見血的 那你如果完全不知道你 入了議會 你面對的政治對手是誰的時候 真是招頭難咬 一個議席 要贏回來 是很艱難的 所以蕭公子 經常都說 要讀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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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熟讀你的對手 不是港媽叫你讀的那些書 是真的 真的要讀有用的那些 我都很驚訝 我聽別的節目 居然有些學者 我不知道大中華膠 還是甚麼 不開名 但是就在說 香港的泛民 應該要去信 給習大大 跟習大大講 香港的情況 現在是這樣 我覺得你是不是 天真得太可愛 你覺得習近平 不知道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所以我就說 你覺得真的 張德江一個人 能夠獨大到 好像 刑台 然後去 籌禁了 光水 而這個習近平 是被 張德江 挾持了 不知道香港 發生甚麼事 為什麼他會覺得 你習近平 和張德江的矛盾 能夠在香港 發揮作用 不會的 因為共產黨的死穴 就是你任何地方的分裂 在這個時候 他們兩個突然之間 又變成朋友 因為兩個的陣營 一定是要 在任何前例之下 是不會被香港 新疆 西藏 台灣 搞到獨立 這些就是 是不是暗交的 他們 這些傳統 中國歷史 那種 泛顏 直見的 那些 傻居忠臣 就是這樣 皇帝是好的 不過身邊的令神 令他不好 清君側 就是 所以我就 冒死盡間 真是 你真的死了 你香港也說了 一些所謂的精英 在這個氛圍之下 全部都變成白癡 就是這樣的樣子 習大大會 不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惡膠 叫別人去信 叫一個 胡官去信 然後就叫 糟糕 那個人叫做 叫習大大 泛民 叫習大大 叫做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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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泛民 叫習大大 不要緊 不要緊 又叫他去信 就說 讓習大大知道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要求見習大大 你六四就見過 趙紫陽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給你照片看 看到這樣又怎樣 就像古代皇帝 中國皇帝時代 大家亂名上表 眼睛眼 不要讓皇帝受身邊的奸臣 誤導等等 這種意識到現在都還在 他在美國留學多少年 在英國留學 在讀什麼翻書 真是沒用 意識沒有變 所以不是一早已經說了 泛民也是建制的 但是神不在所霸 你說這麼膠的事 這些就不是叫做讀書 教授 不是蕭公剛才說的那種讀書 絕對不是 這些不是讀書 絕對不是 聽到我真的翻了眼 你知道嗎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往往 是一個地方 賴以生存的 一條甲縫 我都說過這件事 但是不能在這件事上 你也要看議題是什麼才行 不會是 不會是你要獨立的時候 你說地方分裂的時候 他會跟你 站在你那邊 好啊 你快點香港獨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唉 這些所謂的教授 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看到 真面目就是 他的學識原來是等於沒有的 不過他有學歷 他有學歷 高學歷 低水平的 有口下人 自己全部都是這樣 這些很常識的東西 為什麼會忽然忽略呢 因為有很多 我們叫做噪音 是 distract side 正如有人 看到中國大陸的 亡文生 有些叫大陸法 白癡到比 最過癮的是 自己沒有研究之餘 還是 以訛傳訛 令到其他人都變成白癡 喪屍 喪了一口喪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會形成了 一種所謂的思考盲點 如果大家 真的要追溯的話 你看看當年 八九六四 香港發生什麼事 看到嗎 我知道有一個 姓梁的人 說強烈譴責 這是小事 也是當時已經 發出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罷工罷課罷使 以及 停止中英談判 我找得清楚這件事 但是誰叫停了的 記不記得 司徒華 司徒華 所以變成了 泛民老祖宗 做了一件事 就是確保政權 順利回歸 你還有什麼 你還有第二句話 我記得在中英談判 即是香港問題 出現八十年初的時候 整個香港的民主派 那時候也不是民主派 總之就是 比較先進的那班知識分子 是一致認為 殖民地 英國的殖民統治 在香港 我只是說香港 不是說什麼肯硬 不是說什麼 南非 不是其他那些 是認為是不公義的 中國是應該收回的 他們這個原則 跟當時的中國 甚至現在的中國 極端一致 但是他們又很兼共產黨 所以就提出民主迴歸的口號 但是他們就自問自己 很了解歷史 很熟悉共產黨 但到頭來 到現在證明了什麼 有沒有留意 一樣的情況出現直捕駱駝 不是那麼簡單 這些是常識 香港真的不是一個 重視常識的社會 一些很簡單的常識 都要找些什麼專業人士 去解釋 什麼什麼什麼 兩夫妻吵架 又要找一些婚姻輔導員 去說一下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因為有些事情很簡單 所以直捕駱駝那邊 不是說一樣很簡單的事情 你夠膽繼續 西班牙來英國談判 我就罷工 然後英國所有的軍艦 就進不了地中海 這麼簡單 所以那一刻就停了 然後就說 除非直捕駱駝 這些市民同意 否則你不能再進行 這個所謂回歸西班牙的談判 就是這樣來的 難道直捕駱駝會有錢得過香港 大得過香港 別人有志氣得過香港 別人是有常識 比香港 其實志氣也不用多 有常識就已經夠了 所以 你那一個 機會 你不要的 反而反過來 確保順利回歸 往後再說下去 已經說了多餘了 所以你發覺第一件事 其實我很少留言 因為人家法律抗爭的事 良心上不能說他錯 小朋友都是一片好心 但是後果就是 令到整個戰局 完全不同 以戰論戰 你可以做到什麼加課 只會令人更加蠢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你面對的那個紅色政權 你要抗爭 不是說我快樂就可以 你看看別人 這個紅色政權的鬥爭歷史 他們不是跟你說快不快樂 他們只是說勝利與失敗 他跟你說快樂是他快樂 不是你快樂 是他的快樂 他的快樂在於掠奪 在於濫權 在於現在的高度集權 你跟他說 我自己熟悉西藏那段 我就知道西藏是多麼的慘 而西藏是 did not stand a chance 你知道嗎 香港人現在還有機會 但是 又是 不要管 那些專業的演員 亦都可以將曾經 令到香港 雜體出現這個抗爭意識 OK 佔中三子 將他們妖魔化 全部不好 OK 他們是不是有很多瑕疵 對 很多瑕疵 但是又變成大妖 變成這樣 那些 我就覺得 其實沒什麼必要 因為能夠 令到那麼多人 去關注 而煲了那麼久 其實 蕭公子本書裡面說了 他們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認為一次的抗爭 正能夠推翻政權 你必須要不要管我 真的 所以 我意思 今天立法會面又有一個 鬧劇出現了 你少點常識 你少點 你七少陣 你七少陣 今天過了 就是中史獨立成科 總是課綱 他是武藥出力的一個議案 提出的是民建聯的北極企鵝 張國坤 張國坤就提出要將中國歷史 初中中國歷史列入 必修科 不是獨立成科 他一向都是獨立成科 但他是必修 現在不是必修 建制當然 對 你看看現在 有什麼re-fucking-off-zilla 就是不懂中國歷史 大條道理 認識的所謂中國歷史 是哪種中國歷史 剛才是仰踢爆的 要中軍愛國 想表 想表泛顏直鑑 要跪進泛顏直鑑 泛顏直鑑 為什麼要跪進 才可以的 通過了 中間有個插曲 在節目前都大同宵攻擊 搖頭 居然有人沒有投票 公民黨 譚文豪這位新丁 說 當然 我贊成 不過 顧慮了 是不是會 對梁振英 馬首是膽 立刻 被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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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在這種情況下 被人入到位 立刻被民建聯 招 是 即是證明 要加強中國歷史教育 還要是他們那一套的中國歷史教育 這個 如果你普通說錯一個字 我覺得不要緊 但是你在 跟別人辯論和爭議 一個中國歷史 那個科目的議題的時候 你是引用這個 馬首是尖的成語 和歷史經典 的典故 而你把他趕到馬首是膽的時候 你立刻就被你的對手入到位 你那個陣營的氣勢是輸了 輸氣勢一來 我經常都說 以戰論戰說實力 有誰 沒有投票 而過到的 你自己數 有兩個人沒有投票 因此過到的 小麗 和張超雄 瓦了 什麼叫泛民 為什麼他們不投票呢 可能他們當然不要緊 劉小麗不是第一次的 諸如此類的 所以你說那兩個小朋友 被人DQ那兩個 就是萬般不對一回事 你看看現在的投票局面 是什麼樣子 到底過了什麼議案 又或者我給你一個主席 都說不想做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泛民有時候建制的 很明顯的 因為根本就是廢 而建制的特色就是廢 你看 真是鬥廢 現在在鬥廢 在鬥廢 所以如果你留下一個所謂的生機 我覺得你就無謂 對他們 寄予太大的寄望 同情 諸如此 你看看香港人的質素是什麼 質素是什麼 總不能夠 漫畫詩緣 算數 所以如果那些人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 到你真的要作出一些政治選擇的時候 你都可以按錯鍵 一樣可以按錯鍵 有一個人老點 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你竟然會同意了 那你就找自己拚 不簡單 禁錯鍵和 常識等等 我們都說過不止一次 早前就是 医改條例 對 只不過是用這個常識 你一想你都知道有些東西的細節是不能夠過的 因為是政府委任進去的 有些人 安插某些關鍵位的時候 你是可以過得的 這個專業界別 沒有 總之 用病人投訴是怎麼慘的 職壓是怎麼慘的 是看最表面的那一陣 最新的戰場 去了特首選委戰 開始在DQ那邊的人 現在是一樣的 一樣是玩DQ 但是 我經常講常識一下 以前的範圍很大潔癖 一聽到選委小圈子 全部都不去 沒有人爭取選委的位置 六八九不是 直行直過 今次開始看到有拉腳 起碼在立法會的時候 減你幾票 你一日未完成的上訴 你都沒有了幾票 最好DQ多幾個 七十票裏面 沒有那麼多幾票 但是所有的專業團體 所謂的小圈子 現在終於開始有一些 所謂的泛民 或者反對派 或者APC 開始殺入去了 正常一點 什麼叫常識 就是基本法 怎樣錯也好 怎樣壞也好 它不是沒有位置給你做事的 是有位置給你做事的 你有沒有做過事 即是讓你入到立法會 你按錯鍵 不按 有主席 不做主席 你活該死 但是就是說 是有位置給你 而你不拿 你活該死 是否能夠決定到誰是特首 未必一定 但是可以影響到賽果的話 這是肯定的 所以說 麻煩大家 以戰論戰 腳踏實地 第一 你有少許常識 第二 玩政治 你不要跟他說結癖 那個遊戲規則是這樣 你想清楚 你想怎樣玩 那兩個小朋友 死就死了 究竟死罪是什麼 就是玩法律抗爭 明知道你最快破壞力 就是坐下來在議會 而不是做表演 你為了做表演 而不想坐下來在議會 那就死了 或者他沒有想過 他做了表演 就不能坐下來在議會 他以為人家這樣玩法沒事 擔傘又沒事 什麼都沒事 他以為這樣都沒事 我再玩盡點 看著你來打的 根本不志在你說什麼 總之他說你依著過份性 這樣也一樣可以動你的 頭不太長 不環保都可以 因為有個前提 大家記住 梁天琦本身是進不了的 而這兩個梁遊 其實就是梁天琦的借私還魂來的 而那時候 選舉主任 不知道是在後知後覺 不明白 居然讓他們兩個入閘 那你現在就給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讓他們真是DQ你 五三不是就是玩遊戲規則的問題 政治的東西和打仗 所謂的rule of engagement 你明白嗎 你不要為了扭花神 而被人插 你自己糊花 或者你扭扭一下 波不見了 波不扭也不見了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對手 一定是 一定打麻波 而且他會選最弱的 那些做獵物 最弱的地方做突破口 他當年打國民黨也是這樣的 這次的立法會 你當作爛灘的對戰算 真正留意戰場的話 看看特首選委的爭族戰 我想這個比較重要 亦可能有很多候選人 看看形勢變化 參選也不奇怪 有可能 胡蘇或朱元氏 會不會因此改變決定 天璣就是這樣來的 天璣就是這樣來的 又有聽眾問一下 如何看未來九西補選的形勢 教主已經說不選 公聯會那邊有消息 王國興屬於 這個 罐頭 午餐肉 今天王國興表態 如果找我去 就當仁不讓 新東 暫時建制那邊 都是屬於 公聯會鄧家標 有消息就是這樣 為了捧這位 葉劉一條新嬰兒進去 未犧牲 現在有機會 無論如何都要捧你出來試試 泛民那邊 暫時屬意 馮檢基去 九西 倒米 又是他 要不就是李卓仁 兩個都 很倒米 兩個都令人有點搖頭 新冬 新冬 泛民就有些屬於 梵國威 比較有實力 梵國威好 比較有實力 梵國威常遇到鄭家庫 叫他嘛 鄭家庫今天也說有興趣出來 看到了吧 鄭家庫 鄭家庫是說要民主黨 初選 內部 他把你小朋友走 如果繼續讓鄭家庫出來 又可以借到票 我覺得 太厲害了 算了 我看到范國威 我屬於新冬選區 他已經很努力 在未判之前 已經很努力地在地鐵 重要據點 做工作 我相信范國威一定會出選 至於九西那邊 我對泛民的情況 真的不太樂觀 如果暫時聽到是這兩個人的話 低B問題一問 現在DQ了兩人 議案過了那些 照樣執行的 照當真的 那你的而且確是 作為一個齊全的議會 有沒有辦法 又不做追索力 追索一下 又不說追索多久 令我很興奮 不要緊 不過 打仗好牌給那些 有情敵的人 你留意著 你搶你女朋友的那個人 在婚姻註冊處 如何宣誓 一個司法覆核 你這個人 有為盟勢 我要求司法覆核 這段婚姻無效 然後趁機搶回自己 打個私益都不行 搶回自己的女朋友 來 決戰的戰場可能會回城牆 不是開玩笑 所以這段婚姻有很多事情要玩 沒完沒了 這段婚姻懂得好玩 既然她說得這麼狗急跳牆 要這樣做 認為為了天下大勢要做這件事 反而隨便 亦都反映了一件事 她國內的形勢 是很嚴峻 很危險 才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不顧後果 下個禮拜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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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